兄弟们 田果十四游锁系列啊 现在先出来了一个全自动的解锁教程 教大家怎么解锁非常的简单 来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银行情怎么样心啊 我还全新未激活的 现在是8000出头啊 如果是有锁的话 现在我们市场拿是五千八百六 呃 紫色的啊 背包客应该是加个三百多代彩啊 因为要保修半年 这样子啊 我们来解锁给你们看一下啊 一台手机一个小白卡 一个卡贴 一个手机卡啊 这卡材我们拔出来 这小白可资料已经写进去 我们就是这样子放到背面啊 这一定要配合小白卡啊 我们把这卡贴拔出来 这里有个缺口 对人那个卡槽的缺口 这个手机卡也有个缺口对上去啊 好 我们把它给压屏啊 压屏 我们首先把这卡槽推进去啊 非常的简单的啊 好 我们点继续 这个组号啊 我们把我们手机手机号码默认为组号 这个完成 点继续 这个也是我们的手机号码默认为组号 点继续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点继续 组号 到这个页面之后 我们点设置 这里选择蜂窝网络 这是我们的手机号码啊 我们的手机号码默认为组号 好 这个数据漫游要打开 蜂窝网络这里 我们点进去 这个也是组号默认为我们的手机号码 选择它 ok了 返回 还有这个位置默认 这个语音号码 我们也要选择我们的手机号码 点一下 开始可能是lte哦 还要慢慢的搜索哦 我们打个电话试一下哦 只要是lte之后 它就可以使用网络可以打电话了啊 在信号好的地方 它就是显示5G的啊 ok了啊 通发非常的nice啊 我们看一下 搜索一下这5G信号就出来了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网络也是非常的流畅的啊 所以说五六千的这个卡贴机还是挺有性价比的 省了2000来块钱 这种解锁方式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好 今天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了啊 如果喜欢这种呃 有锁的也可以联系我们啊 好 我们下期再见